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豪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個股 今天的個股存股觀察是1210的大成 這段股票也算是相當老牌的定存股了 我相信應該蠻多人都有興趣的 那我們就往下看吧 在這支影片裡面我會從個股的現況 好股票符合條件以及合理價格的估算跟驗證的部分來跟大家做說明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的話記得幫我按下這邊訂閱一下 以及訂閱的人記得幫我打開小鈴鐺並選擇全部 這樣子有最新影片的時候你才可以收到最新的訊息喔 個股現況 公司名稱是大成長成企業 股票代表是1210 股本是82.7億 上市已經42年了 近一年現金配息是2.2塊 以目前股價來算的話現金指令率大概是4.6%左右 已經連配22年的現金了 所以基本上從這邊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算是一間很穩定在賺錢的公司 近一年配息率是75.1% 八年的話是61.3% 基本上賺的錢有六七成都是配出來的 然後又可以保持一定的成長性 像這種公司就還不錯 近一年ROE是12.78% 八年ROE是9.55% 這個落差我們等一下後面會講到 專注本業的話是96.6% 大成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他主要是做飼料 還有像是那個白肉雞就雞肉的部分 然後另外還有一些少許的豬肉啊蛋品等等 像他最近也有跟日本的昭和企業 一起在彰化跟嘉義那邊有新增了幾個蛋廠 然後另外還有一些轉投資 包含他們現在也在開發所有的素食肉 甚至也開始介入了生計啊疫苗等相關的領域 我想這些未來如果都可以轉成實質的營收的話 對整個營運是相當有幫助的 那目前我們從月營收看起來 近四年同期的狀況 營收都是成長的 即使今年遇到疫情它的影響有限 這一點在經營的穩定性上算是相當不錯 營收比較的部分 大成主要是有六個事業群所組成 包含所謂的食糧事業群 還有肉品事業群 另外還有像東亞事業群 這三個算是主要的營收來源 東亞事業群的部分主要就是 中國大陸那一塊 背後主要是一間香港的上市公司 就是大成食品 那目前這幾個事業群裡面啊 比較具有成長性的就是這個 食糧事業群跟東亞事業群 我們從2018年跟2019年的營收就可以看得出來 2018年的時候 東亞事業群是326億左右 到2019年是360億 它成長幅度算是裡面比較大的 其他的事業群看起來就是都差不多 尤其像是肉品事業群 這個以台灣市場為主 整年度大概就是100億營收左右 所以它的成長幅度有限 因為吃肌肉的人 短時間內可能要大幅的成長 也是比較困難的 但是相對的 它也是算是一個穩定的營收來源 目前像是食糧事業群裡面 不管是一些毛豬啊 或者是像蛋品的部分 他們都有持續在投資新場嘛 那我相信這個未來也會持續依助營收 所以目前整個營收的成長動能 主要是來自食糧跟東亞這一塊 好股票挑選條件 我們會從配息毛利跟ROE的部分 來跟大家說說明 配息是否穩定 我這邊直接畫一條線做一個分隔啦 你可以看到說從2015年以前 其實它的ROE表現算是很不穩定 然後連帶你看它的EPS 也是忽高忽低的 那到2016年之後 它的ROE就是落在11%到13%之間 那這樣看起來 2016年之後就比較穩定 其實最主要就是因為 2014 15年的時候 大成把很多在大陸的產線給收掉 因為是不賺錢的 其實這些產線所創造的營收 讓商商的數字變好看 但是實質上的獲利其實是不好的 甚至是虧損的 所以在2014 15年的時候 大成就把這些產線給收掉 當然也認列了不少 所謂的資產減損的部分 這個等一下我們後面會介紹到 那把這些賠錢人的產線收掉之後 你看到2016年 它整個ROE就拉起來 包含等一下會介紹到的毛利 那些整個都往上帶 整個公司是往比較好的方向走 然後8年的平均配息率在61.3% 這個算是在標準之上 基本上我們會要求至少在五六成以上會比較好 營業毛利狀況 從這邊我們可以看到2012年的時候 其實它的毛利才8.05% 1314年都在8%多 但是15年之後就往10%賣進了 到19年已經到15% 基本上已經快翻倍了 近一季的毛利甚至高達16.48% 算是新高了 然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你可以看到我這邊有列了幾個框框 就是13年跟14年的時候 13年跟14年的時候 你看它的營收高達900億以上 但是因為它的毛利並不高 所以它所創造出來的營業利益 可能只有8億、11億而已 到後來毛利整個拉起來之後 你就知道影響有多少 所以這個跟我們之前介紹的幾間公司很類似 就是你看它的營收從900多億 慢慢掉到700多億 營收減少兩三成 但事實上它的毛利跟營業利益反而是增加的 以毛利來講它過去可能只有70億、70幾億左右 但是因為毛利提升它直接就突破百億了 所以有時候不是帳上的營收高就是好的 不一定說營收成長才是好事 有時候營收成長但是毛利往下掉 這反而不一定是好事情 所以我們不能單純只看說營收到底好壞 來決定這間公司到底好不好 你還要搭配其他的數據來看 會比較準確一點 ROE是否穩定 通常我們看到這種食品股 看起來就是比較穩定的類型 你可以看到它的ROE如果有比較大的落差的時候 通常都是有一些事情發生 以2014、2015年來講 它的ROE落到5.16% 2015年甚至是2.48% 會掉這麼多 你看它的營收並沒有受影響 尤其是2014年它的營收甚至是創新高的 917億 但是它的ROE確實有5.16% 最主要就是這兩年啊 認列了很多匯損的部分 再來就是我們剛剛講的資產減損的部分 因為公司把大陸比較賠錢的產線給收掉 所以造成實質的營收往下掉 從900多億掉到700多億嘛 那當然這兩個年度就認列了不少資產減損的部分 那相對的它的ROE就被拉下來很多 我們等一下後面會介紹到那個股價估算歷史價驗證的部分 今天主要會驗證2020年跟2018年的部分 像2015年也有發生一次股宅 你如果要拿2015年來做驗證的話 你就不能直接拿這個2.48%來做驗證 因為這個2.48%其實是不準的 因為它是有含了資產減損的部分 基本上你要驗證的話是要把這個減損的部分給拿掉 也就是說這個2.48%可能要加回去2012年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2015年如果你把它的匯損跟資產減損的部分把它加回去的話 其實它的稅後盡力跟2012年的落差不會太大 所以你可能2.48%加回去之後可能會落在7%上下 用這個7%去驗證會比較準確 如果你拿2.48%其實是不太準確的 因為這個是包含不必要的減損的部分 這是非常態的嘛 它並不是每一年都會賠這麼多錢 所以基本上大家如果拿ROE在做歷史驗證的時候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ROE到底準不準確 這才是重點 那你看之後的2016年以後 它的ROE就相對穩定很多 這個等一下我們後面驗證的部分會講到 在季表的部分 第三季的營收跟去年同期成長了5.9% 第三季跟第二季比較起來也是成長的 再來是12月的部分跟去年同期一樣都是成長的 在預估ROE的部分 像以近世紀累加的ROE是15.63% 也就是2020年第三季往前四個季度合起來是15.63% 為什麼這邊估14.5% 最主要就是像去年第三季5.18% 裡面就包含任列的兌換的利益將近2億 所以造成它營業外的收入跟過去比起來增加很多 你看過去的營業外收入大概都是幾千萬幾千萬而已 但是2020年第三季的營業外的收入高達3.12億 這樣造成它整個稅後經歷也提升很多 所以事實上它這個5.18%的ROE 可能要扣掉1%左右 是來自於外幣兌換的利益 所以我們這邊15.63%基本上會把1%左右扣掉 所以這邊估起來才會是14.5% 所以有時候你看到突然高起來的ROE 你也不要覺得高興 因為這個不是常態 你如果用非常態的情況之下去預估的話 變成你股價會高估比較多 當然相對的如果你今天ROE突然掉很多 你用比較低的子去估的話 那你估出來的合理價也會低很多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看這種季度的ROE的時候 也會去看它ROE形成的來源到底是什麼 到底合不合理 這樣子你去估預期的ROE才會比較準確 合理價格計算 我們先從股災價的部分來跟大家做說明 剛剛講的ROE是估14.5% 本益比的話 因為是股災價 所以我們從低本益比裡面去取一個合理值 然後從過去這幾年的經驗裡面 我們可以知道說 像2020年股災跌下來是11倍左右 所以這個11倍就相當具有參考價值 因為這是最近一次的股災嘛 然後之後我們再往前看 2019年也是將近11倍 所以這邊我們大概就抓11倍 可能會比較合理 以11倍這樣算起來的話 股災價格是38.3塊 在目前合理價的部分 算是都差不多 就差在這個本益比的部分 從11倍變成13倍 然後合理價從剛剛的38塊變成45塊 也就是說其實在45塊上下 你想買進也是可以 甚至超過 像以目前最近收盤價49塊 你要買進也是可以 像很多人都會問我說 這種時候可不可以買股票 我是覺得都可以買 問題你要了解說 當股災來的時候 它大概就是會跌到那個價格 那你可不可以接受 跌到那個價格 如果可以接受的話 為什麼不能買 像有些人 像目前假設49塊好了 它的殖利率可能就是剛剛講的 4.多% 4.78 4.88好了 那這樣子你可以接受 如果你今天被套牢的話 領這個將近5%左右的殖利率 你可以接受嗎 然後跌到38左右 你可以接受嗎 或者是你敢加嗎 答案都是肯定的話 那我覺得可以買啊 為什麼不能買 只是你要做好準備 有些人會覺得說 股災可能要兩三年後 甚至好幾年後才會來 那現在資金停泊的問題 也是一個蠻困擾的 那我覺得最好的方法就是 如果你真的想進場 就找一個比較貼近 合理價 或者是貼近股災價的價格 去進場 會比較好 至少到時候往下跌的時候 你的價值比較明確 就是你的跌下來的價格 也不會落差太大 你的 贓商的損失也不會太過於大 那這樣子你的心理也比較不會受到影響 這個是給那種 真的很想把錢丟到股市裡面的人聽的啦 當然我還是建議說 如果你真的有耐心的話 還是可以等待一下股災價出現 會比較好 合理價格驗證 我們先從2020年的股災 來跟大家做說明 在當時的環境下 目前這個驗證是以當時的環境 我們所擁有的數字 當時是2019年的年報還沒出來 因為是2020年3月的時候嘛 2019年的年報還沒出 但是我們已經知道第四季 2019年的第四季跟2020年的2月的營收 是成長的喔 我們就可以去判斷說 其實它受疫情的影響相當有限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ROE就不用說有什麼樣的下修 或者是往上調整太多 就是基本上以持平為主 那我們去看2019年第三季 往前推四季大概是將近12%嘛 預估的ROE就是抓12%左右 再來就是找到禁止 禁止在2019年第三季的禁止是22.84塊 將得到的預估EPS是2.74塊 然後2.74塊再去乘以 2020年低的本益比是11.03倍 將換算出來的合理價 就股災價是30.2塊 3月的時候跌到最低的價格是31.4塊 所以甚至還蠻準確的 再來另外一次股災價的驗證 是發生在2018年的時候 而這一次的驗證 我們就是拿當時的資料直接套進來 像剛剛前面驗證的那個是 有加入人為預估的部分 那這次就是直接把當時現有的資料 給放進來套套看 看準不準確 2018年的資料ROE是10.98% 10.98%放進來 當時的禁止是22.52塊 22.52塊放進來 得到的預估EPS是2.47塊 2.47塊再乘以當時創下低的本益比是8.05倍 乘下來的股災價是19.9塊 你會發現19.9塊跟最後疊下來的28.65塊 其實是有落差的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 我們要在針對ROE的部分去做觀察 看這個ROE到底是不是合理的 那以2018年這個10.98%的ROE 其實如果你去看它的財報的話 你會發現幾項比較有趣的數字 那我這邊把它列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你會發現在2018年的年報裡面 有多了幾個損失 一個是預期的信用損失 大家可以把它想成這是一個呆帳的感覺 然後另外一個是外幣兌換的損失 所以其實這個10.98%的ROE是不含這個損失 我們可以想像它是不是一個常態的狀況 目前看起來不是常態的 其實它這個ROE事實上是比較多的 並不是這個10.98% 所以ROE理論上會再往上加上去 是比較接近真實的 那既然10.98%不是真實的 那它相對的它所謂的低的本益比8.05倍 也不是真實的 因為ROE會影響到EPS 那EPS會影響到本益比 所以基本上這個本益比8.05倍也不是真實的 那到底怎樣才是真實的狀況 我們把它還原一下好了 我們把2018年資料拿出來看 你會發現這個扣除掉的稅前淨率 還有30億左右 那如果把這個3D加回去 其實你會發現它跟2017年的33.4億 落差不會太大 也就是說它其實ROE可能會落在12.5%到13%之間 是比較合理的狀況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把調整後的ROE跟本益比拿出來算一下 看是不是比較接近這個28.65塊 那剛剛講的調整後的ROE12.5% 然後乘以靜止是一樣的 因為靜止不會變嘛 這樣乘出來的預估EPS是2.82塊 2.82塊再去乘以10倍 因為我們從這幾年的觀察看起來 大概10倍左右是比較合理的 因為2017年是9.4倍左右嘛 那大概就是抓9.5倍、10倍都是可以的 那這樣算出來的D的股災價是28.2塊 你會發現跟28.65其實就是很接近 你也可以解釋說為什麼它跌到28塊多 就不會再往下跌 因為你把這些損失 預期外的損失把它拿掉之後 你會發現它的稅前淨率其實也是33億左右 那這樣換算你的ROE自然就會到12點多% 12%、13%左右 這個才是真實的ROE的狀況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做一些歷史驗證的時候 你不能說直接拿到資料就直接馬上套 你會發現有時候不準的時候 就是因為有些不必要的損失 非常胎性的損失 你把它加進去了 像這個ROE就是比較不準確的 因為明年度它可能就不會發生了 甚至下一個季度它就不會再發生 那你拿這樣子只發生一次的狀況來預估的話 當然是會比較不準確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還原一下當時的狀況 會比較接近真實 所以其實在預估ROE的部分 是需要比較多一點的經驗 我想很多人一開始都遇到很多問題 這些問題其實都是需要 不斷的做一些估價的練習 才會慢慢得到一些比較好的成果出來 好 如果你還想了解嫌要個苦的話 記得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的話 記得幫我按下這邊訂閱一下 謝謝啦 今天就先這樣子囉 我們下次見 拜拜